快速的來介紹這盒變形金剛第三方 吳醫生所推出的極小變形系列的 Manuskin 也就是我們熟悉的G1密卡燈 盒子一樣是超級小 吳醫生這個極小變形系列真的是厲害啊 打開盒子以後裡面就是這樣 人物本體然後他變形成槍的配件 還有一張薄薄的塑膠卡的人物卡 非常薄很軟 威震王謝謝你喔 OK 然後還有他的說明書 說明書給的還蠻有誠意的相當大一張 任務本體就長這樣 比我的一根指頭還要短 這個臉大概就是我的半片指甲這麼大 啊 還不到半片吧我的天 然後就在這麼半片指甲大小的臉上呢 他也是有把眼睛的黃色塗出來 然後有上銀漆 胸口胸毛也有塗裝 肚子這邊 旁邊的銀色也有塗 腿這裡也有做銀色的塗裝 整個塗裝還是很精美的 這些做小比例的人真的是瘋狂 然後如果跟銀河玩具社的柯博文比的話 他是比柯博文還要矮的 直到他的胸口 所以他們兩個的比例是沒有互相搭配的 OK 吳醫生這個小比例真的是極致啊 可動度方面頭他可以抬頭低頭 這裡是一個簡單的小球關 也可以轉頭 不過這裡轉頭有點緊 再來手臂這邊可以平舉 可以旋轉 因為他真的太小了 所以這些變形的卡扣他都算是淺淺的扣著而已 就都比較有機會會掉 那像手臂啊 他這裡有一節可以變形的關節 也是很容易你在 活動手臂的時候就會連這一節往下拖 就會比較不好看 然後背後這裡有一塊變形的這個板機 他是整個掛在手臂後面也是比較不好看 那他的手軸這裡是一個球關 所以可以利用這裡做凹折跟上臂平轉 但他的右手他卻沒有用球關做 右手他是一個轉軸關節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方便他承受這個 砲管 所以他才這樣做 然後人形 腰是可以轉的 竟然還可以轉腰 腿前踢 非常輕微的角度 這可能只有十幾二十度吧 他前裙甲是完全不能動的 因為變形的關係 他腿有個關節可以往下挪 但就算把這個關節往下挪下來 他的腿前踢呢也 沒有太大的幫助 整個背這個造型跟裙甲卡死了 側踢大概只到這樣子 45度左右 他沒有特地做大腿的平面回轉 所以他腿部的外擺內縮就只能靠跨部這個球關 其實效果也不錯 然後 膝蓋彎折 因為他變形的關係 他有兩重關節可以彎折 他可以整個大腿貼小腿 但可惜他腿部上台實在是太平弱了 所以 就是 你要這樣子整個往外 往外這邊去撇 去躲開這個前裙甲 他才可以腿部往上踢 但是他又沒有大腿的平轉 他又沒有辦法這樣子轉上來以後把這個腿再往 往外面這樣子撇過去 所以他膝蓋彎折雖然角度很不錯但也很難擺出什麼很 誇張的動作 側裙甲是可以掀開的 變形需要然後 腳踝他也有做接地關節 這個就是特地做的接地關節 也因為變形的關係還可以上下翻 所以他的接地力是很優秀的 但就真的是可惜他腿部前踢太弱 擺起動作來會有一點 有一點不過癮 就來看他的變形吧 首先先把他這個 臂砲拆掉 拳頭直接往後折 另一隻手臂也是拳頭直接往後折 然後這個扳機調整一下 把他轉180度在這裡 他手臂往後折以後會有一個小缺口 後來扣這裡 把他扣進去扣上 先這樣放著然後腰直接拉開 拉開 頭 後面這塊槍管先折一下讓開 然後頭 轉個90度 再 轉進來 藏進來胸口 然後這邊 手臂就是直接往上擺 這邊就是槍的後面 這一隻手臂就是利用剛剛講的這個 可以往下折的這個關節把它往下挪 這樣放過來 轉這個球關 這樣 所以他槍到之後會是這樣 然後整個腰就是負責槍柄的部分 腰跟腿 把這塊 面板 轉180度 然後 腿 直接順著他的酸重關節這樣折上來 側裙甲翻開 這裡有一小片零件也把它翻開 那 我覺得吳醫生這個極小變形啊 他整隻最難翻的就是這個 這一小片而已 其他的部分其實他都是大塊大塊的零件在翻轉 所以他玩起來其實是比銀河玩具色那隻柯伯文還要 輕鬆的 銀河玩具色那隻柯伯文我就真的覺得有些變形零件真的是 太瑣碎零件太小塊了在變形的時候就很不方便 那這邊啊腿部彎折有卡扣可以把它扣上 兩腿合併一下 然後腰轉個90度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 側裙甲放下來填這邊這個缺口 這邊就是去調一下他兩腿之間這個關節把它往下挪 然後兩腳合併 這邊 折他的腳掌 折上來這邊這個卡扣來扣這個 小凸點 然後這個面板再轉一下這片側裙甲放下來會剛剛好填這個缺口 再來這邊卡扣把它扣上 手臂這邊 放下來也是有一個小卡點 那這個卡點我覺得他就比較接近單純的把它 放著而已 主要他還是利用這邊關節的支撐力讓他可以撐在這裡不要跑掉 然後剛剛背後這個槍管就是折過來 再折下來 這個 放在這裡 原位扣回來變成瞄準鏡 OK 這樣子變形就完成了 整個變形都是算是蠻簡單的變形邏輯 所以相對來講他這個 槍的握把就很厚很粗 他就沒有那個像MP那種神奇的槍 腿縮窄的那種變形 不過我覺得以這種小比例來講這樣子其實就已經很足夠很好玩了 這個槍型也是有模有樣的 然後另外裝在盒子裡的這三個東西就是 可以這邊 練一下這個半圓形的接合 把它接上去 這樣從下往上 他這裡 有個 淺淺的 凸點 這邊直接硬扣上去再把他的腿捏一下捏龍就好 在這邊 扔一下這裡有一個缺口這樣接上去他就變成一個比較延長的 有裝消音器的 可以夾在手臂下的大槍了 不過 畢竟是做極小比例所以其實 整個這樣子完整裝起來他還是就是一個大概成年人手掌再多這一點點而已 如果是手比我大的就真的是一個成年人的手掌程度 那像吳醫生這個我就真的覺得他真的 整個變形的難易度就是做的恰到好處 不會說像銀河玩具社那個那個小零件在那邊翻不過來真的很痛苦 吳醫生這個我就覺得是把玩起來很舒適很適合帶著手的玩具 槍型也算是有模有樣的相當推薦 那就介紹到這邊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 拜託